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是李虎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劉偉卿議員 上來做我們的嘉賓 接下來是七一 今天我們會跟Emily談談七一 看看她對七一的看法 Emily,在2003年時 你是第一個議員在立法會上 問當時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 沙士會否在社區爆發 當時她就說不會 最終爆發了 適逢當時又是說23條立法的問題 其實當時你們的議員 面對著這兩條對於香港來說 那麼重要的問題 你們處理的比重又是怎樣的呢 我相信兩件事都很緊張 大家都覺得 沙士是關於健康的問題 所以市民當然是很關心 立法會亦都是想那些官員問責 基本法23條立法 就是關乎 有些人說是國家安全 但對我們來說 國家安全是一件事 但是關於 關於市民的自由 和權利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兩件事是不同 但是同時市民是很關心的 可能那些官員也都是 做得很辛苦 所以當時我問楊永強局長的時候 他又發脾氣了 大罵我 不過事後大家看到 立法會亦都出了報告 就沙士 我自己就不是那個專責委員會 之後楊永強局長也都下台了 其實以你當時的親身經驗 你覺得究竟是政府要立23條 還是它處理沙士的手法 還是有其他的因素 令到03年的七一 那麼多人上街遊行呢 我相信03年是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有很多事 都令到市民很不開心 那23條立法 我相信是最主要的導火線 因為其實香港人都知道 香港是沒有民主 因為政府不是我們選出來的 大家都很無奈 有些人很生氣 但是呢 就有自由 有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學術自由 選擇職業的自由 選擇家庭的自由 就是個個都有 那麼香港人就很珍惜這些自由 尤其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或者爺爺 阿嬤那些在大陸走爛下來的 他們當時走爛來 因為共產黨在大陸上場 1949年中共上場 那些人很害怕 就走下來 所以很緊張 那個自由 而 《基本法》23條立法 當時是葉劉席議局長 大令 就給人的印象 就變成了會以言論入罪 很多事都不能做 不能說 不能寫 新聞界又害怕 市民又害怕 宗教界又害怕 藝術界又害怕 甚至如果當天看游行 很多在那裏遊行的那些人 是非常有錢的人 很多大公司的老闆 總裁 很多都走出來 那他們走出來 那他們走出來 就是真是害怕 那個整個自由的生活方式會轉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那當然 沙士 又死了那麼多人 亦都令到經濟差 很多市民失業 就是他整個狀況是變壞 那他亦都很生氣政府 那當然亦都有一批人走出來 那其實都是有種種的因素 那最主要就是23條立法 和沙士 那但是其實 在無論哪個問題方面的處理 似乎大家都是對 當時的特首董建華 的管治都不滿的 那而你呢 就是批評他最差的其中一位議員 那你覺得 為什麼你和一些市民 又會這麼不滿呢 究竟是政府做了什麼 令到你們這麼不滿呢 我相信董建華 其實就不適合做政府高官的 但是北京都要給他做行政長官 董建華就 就是他 所以我們有個總理 叫朱鎔基 他就說過董建華 他說他意而不決 決而不行 就是他這個人 是很多事情他都想不定的 我相信你都認識一些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的人 就是有些人簡單到說 今晚去看電影好沒有 那你好就好 看什麼電影啊 那都想一大來都想不出來的 那去吃飯好沒有啊 去哪裡啊 又是對 我猜到董建華就是那些人 就是你小事 這樣就沒緊要而已 如果你大事政府政策 當然我不是說 那樣東西都 那樣就去 那又不對啊 但是你有個程序 諮詢完 你就要決定 你不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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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個局長的時候 跟我講過 他說喂 他說你知不知道董建華是問什麼人的 我怎麼會知道他問什麼人的 他說你知道他怎麼樣啊 他有些事情他走來跟局長說 問局長怎麼看 局長說給他聽 他又走回去 過了幾個星期或者一個多月 他又回來又再問他 又講一下那些 那又再講多一次了 他又走回去 不停騰騰騰轉的 所以令到局長說 那實在他去問什麼人呢 你問了我了 作為局長告訴你 就是總是決定不了那些事情的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他很大的問題了 那他抓不到主意呢 可能也都因為那些人他又不信任啦 可能對他自己的能力 我不知道他自己信不信自己啦 很多市民很明顯都不信他啦 那麼他也都呢 老修成路呢 就生氣那些公務員 他說他自己呢 施政不出門 就是他訂了一些東西呢 門口都出不了的 他就這麼說啦 就是說那些公務員在那裡阻撓他 就是很多很多東西出來 但是市民見到的呢 就是經濟一路一路的差 那大家已經很煩啦 那你又加上有沙士啦 那你記得董太 那時候穿得好像一個太空人 走去牛頭角去巡 那些人說你有沒有搞錯啊你 如果你那麼害怕你就不要來啦 而且人家整個村子住滿人 都沒有人穿到你這樣的 如果你要這樣搞那些人怎麼搞啊 我想他兩夫婦都不是很明白的社會 那又沙士 那跟著又做了23條 那23條他很堅持啊 他是一定想做的 因為他覺得是國家安全 是要為國家做事 那所以就是給香港市民的印象 就是覺得哇他真的很不堪啦 他真的很不適合做 那所以那些人們就猛地叫他下台啦 是啊在23條立法方面 董建華就很堅持啦 當然其事 而身為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呢 當時他都是經常會發表一些 支持23條立法的言論的 那就會引起公眾的不滿 那你對於他的言論其實又怎樣看呢 那現在他又透過直選 成為了立法會議員 成為了你的同事 那你對於他的看法 又相比起03年那時有沒有改變呢 葉太當年當局長 他的態度是非常煽風短火的 到處罵人啊 又投訴一些議員啊 那些各樣東西的 那就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你做高官有這麼大的權力 就不需要這樣做的 那他又叫一些學生 你信我啦 董董你信啊 信啊葉太啦 放長雙眼啊 董董沒有騙你的 那大家覺得就是不需要這樣說話 就是我們呢 就不是說要信哪個人 不是說人質 我們是希望有個制度 如果大家要立法呢 就看一下條法例本身 那些東西是對的 或者是不對的 就不是說因為我信你 所以就不用看了 所以就很大件事 那他就搞到 就是引發很多人上街遊行 那些人更加就別人去 他就說那天那些人沒有工作 這個引起公眾很不滿 這句說話 是啊 那所以就就是 但是他又回來 他又可以 就是翻生的 我相信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說 我們怎樣翻生 好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 Hausman's in 主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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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